好 再来看到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请辞为政坛呢 丢下了一颗震撼弹 虽然说马总统亲自有打电话喂留 但是今天看到各大报纸的这个下半 这个头版的下半版呢 登了这个半篇的广告啊 就是有百名的台商来登报力挺了 那么挺江炳坤的立委李嘉靖认为说 江炳坤之所以会辞役瞬间 他说5月26号以前呢 应该就会打包走人了 他也跟总统喊话 想喂留江炳坤呢 应该要亲自登门去拜访 这样子这个方式呢 才令人感觉有尊严 翻开跟他报纸 一百多位台商登广告 列了六大点 以台湾人民需要江炳坤作为标题 强调现在两岸希望再走何必换手 力挺江炳坤留任到底 顺着这样的气氛 江系人马也出面向总统喊话 如果要江炳坤先生来继续为国家服务 我是觉得要去思考到 是不是用什么方式 让他很有尊严的 以后在这个工作上 没有再遭受到任何的重伤 甚至当他遭受榴弹攻击的时候 总统他能够力挺他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首带 什么是有尊严的方式 李嘉靖透露 其实如果马总统愿意亲自登门拜访 江炳坤应该不会这么溜 这群老臣需要的只是温暖 他们会急功进瀉死而获己的清理之下 是因为他们受到肯定 受到尊重得到尊严 所以如果能够给他尊重 给他尊严 我是觉得他哪还会在乎个人的幸福呢 所以这一点是留给我们高层好好去思考了 为张炳坤发声 作为子弟兵李嘉靖不只力挺 这回也向在背后放话的有心人士 呛下 吴伯雄主席 江炳坤先生 他们这些被逼到墙角的人 他们一定会大力反弹 我相信下一次不是只有 他将有心人士或放话的人 这几个代名词而已 我甚至会认为他们搞不好名字都会公布 呼吁有心人士不要再发案件 李嘉靖话受了告白 如果有心人士再不收手 新一波国民党内斗 可能就会上演 对总统可能接党主席的局面 恐怕非常不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宇乔 太平报道